孙武无功叫战 孙子曰 故何之以文 其之以武 是位必取 意思是说 要用宽厚的安抚手段 使士兵思想统一 用严格的纪律手段 使士兵整齐一致 这样 将帅必能取得 部下的敬畏与拥戴 春秋时期 有个著名的军事家 叫孙武 他写了一本孙子兵法 很受欢迎 好 写得太好了 你的兵法真不错 大王过奖了 不过 你的兵法都是理论 要不要拿我的军队 实践一下 当然 您可以随便找些人来 随便 那我的后宫 嫔妃呢 没问题 吴王找来一百八十个嫔妃 练兵场上像一盘散沙 去把他们编成两队 他们哪是练兵的材料啊 吴王想整你啊 看看谁整谁 你怎么乱来呀 我就按照正式练兵的方法 我慢慢地讲给他们听 他们练不好 我可就军阀处置了 军阀处置 今天开始 大家要听我口令 第一步 分为两队 队长请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担当 知道怎么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 知道 向前就看我心胸 向左就看我左手 向右就看我右手 向后就看我背后 既然知道 等一会儿谁做错了 别怪我不客气 右转 解释不明 交代不清 应该是我的错 好 再把要求说一遍 已经解释差不多五遍了 现在听清楚了吗 清楚 左转 交代清楚 你们不听令 是你们的队长没管理好 有过错 来人 把队长拖出来 斩首 皇上救命 皇上 吴王听说松母要将爱妃推出去斩首 急忙派人求情 吴王请您不要杀嫔妃们 跟他说 只有严格遵守军法才能练好兵 先生 不能这样 这两个可是他的爱妃呀 谁让他非要我训练他的后宫嫔妃呢 孙武处置了两个嫔妃队长之后再次练兵 嫔妃们顺利完成操练任务 孙武的本意并不是在训练吴王的妓妾们 而是想通过训练他们 表现出自己治军的要领和执法的严明 他杀了吴王的两个爱妓 但是维护了军令如山的尊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